红伟曾经交往过一个 很特别的女生 那你很爱她 你也知道她家里状况不好 那是怎样的状况 其实这个例子跟刚刚 其实有点雷同 就是对方的家庭环境 有一些变故 那这是我刚出社会 在国内最大的租赁公司上班 然后那个租赁公司 事实上业务的压力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那时候我们刚进公司的时候 很多学长就会下了班之后 就带我们去喝喝小酒 那只是这喝小酒的地方 可能都是算是一些深色场合 就是在三重吉美街 那个中山路桥旁边的一个地点 这样子 那时候我们就刚出社会 也觉得很新鲜 然后压力也很大 那学长约我们又不得不去 然后第一次去这间店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女孩子 她的名字叫楚楚 我看到她眼睛就觉得她楚楚 楚楚可怜 对 就是叫楚楚可怜 然后她就乖乖的在旁边 帮你蒸酒 然后帮你擦桌子 譬如说你吃东西 因为它都是一个圆桌子嘛 那圆桌子它在投币式的卡拉OK 这样子 然后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也就可能不小心那个 菜掉到旁边 她就帮你擦 而且这女生怎么那么贴心 然后后来那一天结束之后 学长还说 那我们就跑去三重另外一间 三合路的酒店 然后这女生刚好下班 她就说要陪我们去 结果我们去呢 因为也是有女士在旁边 这个我们就等于是 我就多带了她在旁边 就她还帮我挡酒 我划拳什么书 还帮我挡酒 我觉得这女生 简直就是我心目中追求的 那个女孩子细心 然后又会帮我体面 然后后来我们就 私底下约会了两三次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那在一起之后呢 差不多过两个月 我就发现这女生 有点怪怪的 第一个精神状况 有点怪怪我才发现 她有吃那个摇头丸 因为她下了班之后 她就跑去那时候 巴德路后面 不是有那个台客爽 台客爽那种电音的那种夜店 她就会跑去那边玩 玩完之后呢 早上五六点开始就打电话狂扣我 然后讲话都疯疯癫癫的 所以我后来知道 她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我等于是每次都去接她 从得电话下班的时候 接她送她回去 那我隔天早上八点多 还要进公司 所以那时候其实那段时间 你说累不累真的累 但是因为你爱到了 你还是会去投入去照顾她一切 后来我这样子陆陆续续 接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才发现说 怎么有时候在发薪水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一些 就看起来是凶神恶煞 在旁边要等她拿她的钱 后来询问之下 原来就是她妈妈有 卤博的习惯 她等于是帮她妈妈 去还这个债 我们就是因为 那时候已经交往了 两三个月嘛 我们就会去问一下 家庭的状况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也骗我爸妈 就是说 我最近认识一个女孩子 她是在热炒店工作的 母服务神 有啊 跟你热炒 对 因为我相信 如果说我真的跟家人讲说 她是在查试上班 我爸妈一定会反对 所以我等于是帮她包装 因为我每个女朋友 我几乎都会带回去 让爸妈安心看过 那时候我发现说 她有这样子经济上面的问题 然后细疗就是发现 她爸爸也有一些 精神状况问题 所以她等于是在那种很 她的原生家庭 事实上是非常不健全的 爸爸有精神状况 妈妈又嗜毒 然后她只有 她变成她不得已 她只能出来 靠自己 去帮忙家里 然后呢 而且一开始 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 她都没有跟我要钱 是我看到有一些凶神恶煞 去跟她拿这个薪制的时候 我年老就是身为男人 我就会跳舞 跳出来就是说 我们就是帮忙会还这样子 当然因为我没有做签名保证 但我觉得说 我能够尽力帮忙还是帮忙 她家譬如说冷气坏条 我也是拿钱去捐助冷气 但是这个事情 因为爱情是伟大的 但是你面临到金钱上面的压力 跟相处上面的一些折磨的时候 我发现爱情事实上 没那么值得伟大 对 后来我就在跟她沟通过程当中 发现第一个 她嗑药的习惯 她没办法改变 家里的那个赌博的这些债务问题 我帮 因为帮不上忙 你有想过说 那个爹爹 楚楚会是你太太吗 那时候其实因为刚出社会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她除了就是 在这样的场合上班以外 那其他所有的个性 她也帮忙打扫家里 都会帮我 就安顿得好好的 那讲话也是亲生幸运 你对她也帮 不是我是怕你娶了她以后 以后她会碰到客人 对 因为那时候 确实没有想这么多 真的呢 真的是会这样子 她的外表跟身材怎么样 当然是 对 因为她已经过了我的第一个 很粗俗的第一关了 那个外表 楚楚跟黄医师比怎么样 当然黄医师略胜一丑 略胜一丑 因为我刚好坐在旁边 比较容易这样 不过也后来因为这些东西 就是长期的精神压力的折磨 第一个我也没办法控制她的情绪 她只要吃了那个摇头碗之后 然后包括她每天晚上这么晚回去 那我真的也崩溃了 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要做地点 是 这个我就 茶室摸摸茶吗 没有 她就一般的茶室 就茶室 她可能就不是像酒家酒店那种 一直喝酒 应该是税金的关系 所以她要穿那个白的时候 她就要穿茶室 比较小 冰果室之类的 所以茶室里面的女生 都是年轻漂亮身材好的吗 我学长带我去的那都是年轻的 我以为都是阿嬷 没有 现在没有阿嬷 但很年轻的 有些就是从南部上来 因为怕遇到熟人的一些 譬如说淘家的人 对啊 然后可能学业上面 遇到一些挫折中挫生 其实那一些的年纪 事实上都相对来的低 因为她消费也低 因为对于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 我们会比较差距 所以也不用穿礼服吗 对她也没有 她就穿自己普通的服装 她其实很简单 她就是在一个公寓里面 可能是五层楼的那种 没有电梯的公寓的二楼 然后里面有炒菜的阿姨 炒菜阿姨 然后她就是一圆桌 里面卡OK是投币式的 就这样子 然后顶多装一个 会闪烁的霓虹 那去一次消费大概多少 其实就看你的酒量的好外 其实我们一直去 都是两三千块 两三千块 对我们刚出社会是可以接受 完全可以接受 全部的人两三千 那一个人 那那个楚楚跟你出去 你有付她钱吗 因为我们是喝到 她打烊为止 就喝到可能两点 她刚好打烊 她下了班 所以算下班 对 因为她们排班的话 可能有早点上班叫冬欢 她可能下午五点就来了 她上班时速有一定 那有些可能是八九点才会来 所以她可能两点下班 我们就一起在别的地方去洗 刚刚那一段全部都 两位清纯的少女一直问 没有 我要帮她厘清 因为那个酒店 就是要买出厂不是吗 那她这个就是朋友买 茶室就没有是不是 我帮政大哥问的 你不是又很想知道吗 除了地茶地酒 要帮你擦擦之外 她们还要提供什么服务 就陪陪唱歌这样子 陪陪唱歌 对 那黄御师 这个 你说有个朋友跟男网交往多年 后来也是有想过要结婚 对 有时候我觉得 就像宏伟一样 就是说其实最好应该是说 你交往的时候就要判断说 她有没有可能继续 要变成婚嫁 那如果没有办法 除非你是不婚主义者 那就没关系 但如果你是真的要踏入婚姻的话 本来就是后面的一些都要去问 可是有时候事实上是那种很难以启齿的 比如说疾病或是经济状态 是很难要跟人家一开始就讲说 我是这样糟糕的吗 所以我们那个朋友 其实她遇到的情形就是这样 她跟她男朋友交往非常多年 然后其实两个人都很好 两个人都是很好的这种就是国立大学 然后都是很好的戏 那论结婚嫁的时候 那个女性的朋友才发现说 原来这个男方的家里面 她的这个妈妈跟她哥哥 都是精神疾病的患者 那这样子就是陷入一个困扰 因为现在这个男朋友其实很优秀 而且她现在没有精神疾病 然后她就一直纠结 可是那如果我结婚之后 其实我就是要面对一个 有精神疾病的婆婆 然后还有精神疾病的大伯 然后还有就是陷入那种 如果我生下来的小孩子 也是精神疾病要怎么办 的一个压力 所以其实后来虽然交往很多年 然后对方真的也很好 后来还是忍痛就放弃 这样好了 其实黄医师算是现在最有资格的 因为你未婚嘛 对不对 红尾师 对 红尾也是 就是说接下来很可能还会有 这个找寻另外一半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半的家里 比方说如果他们家很穷 父母亲还要你照顾 你愿意吗 我不行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我的负担太大 就是我一个女生没办法扛起这么多 因为我自己现在还负责 我两个小孩子的这个教育跟养育 所以如果对方就是自己没有 因为这样问的问题就是 对方没有能力照顾好她的父母 还要我聊下去 那我就不行 那男生很帅喔 帅以后会变不帅 我会洗脑自己 帅没有用啊 没有肩膀帅也没有用 他好用喔 好用也没有用 以后都会不好用 对 时间会把帅 都折旧问题 对 时间是一把杀猪的补刀 男生的家里面的健康状况啊 要调查清楚 我觉得这个都是全面的考虑 因为你家庭的相处就是很不单一 如果只跟这个人是没关系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华人的社会就是 两个家庭要结婚嘛 所以他也会要求我负担 他的这个父母啊 对不对 那所以我也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这很正常 我就没能力